关于这件事情的沈默,不少喜欢考古的网友,更是找出溜年前,吴秀波探访陈鱼林拍戏的视频,采访视频中吴秀波言语之间,对于女方也是很看好,看似老演员对心经演员的教导,属不知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。 此事的爆出引起了全迷对于吴秀波的增头,一时之间,吴秀波多跌落神坛,事业方面也是影响极大。 其中在影视剧方面,一次电影面临撤档,电视剧面临改播,综艺节目宣布延后播出,参加的某卫视过年晚会,也要面临大幅度修改,这样的情况对于明星来说,和全面封杀性质差不多。 这种时候,吴秀波过往的那些好友们,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,明哲宝生这个时候体现的最明显。 但是依然有一个人力挺他,还专门发文为吴秀波编辑,列举出四条理由,分析了那是一个清晰明朗。 其中最后一条,秀波是难得的好演员,希望他能冲定思通,更希望公众能给他一个机会。 他不是圣人,谁又能无措? 吴秀波这是不是娱乐圈中第一个被爆出这种事情的人,但是最不能接受的应该是他报警这件事情吧。 这位力挺吴秀波的网友叫做侯小强,非常有才的一位新媒体发起人,从百度百科介绍来看,他一手打造新浪博客,在业界还是很很有知名度的。 即使说的再多,也是很难让大众重拾对吴秀波的喜欢,明星任何时候都应该珍惜羽毛的。 吴秀